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原著名新闻杂志 我是稿路以用 两年前311福岛核灾之后 敲醒台湾人反核的一记警钟 由一百多个公民团体共同发起 特别选在福岛核灾的前两天 也就是3月9号 全台串联反核大游行 主要的诉求是希望能够终止核四计划 三个核电厂尽早除疫 核电归零 以及让核废料牵出蓝宇等等 这次反核大游行 特别安排设置了六个关卡 每个关卡呈现不同的意义 蓝宇青年行动联盟 参与这次反核大游行 特别针对存放在蓝宇的核废料 坚决表达拒绝灭族 以及核废料牵出蓝宇的诉求 不过日前 立委直询核废核实千里 台电回应又要往后再拉五年 现在蓝宇的知识分子 不再相信台电臆测性的回应 同时对于存放在蓝宇 组存厂的核废料 也不再相信是低阶的放射性核废料 而为了守护家园 族人挺身而出 希望政府能够听见人民的声音 一起来关心 一起来关心 两年前三一一辅导核灾 敲响台湾人反核的一季警钟 由一百多个公益团体 共同发起参与 特别选在三月九号 全台串联废核大游行 并且拉起黄色封锁线 高喊核灾警戒 封锁特区 终结核四 核电归零的重大诉求 主要的诉求重点 这次在北台湾的飞河大游行 总共有60多个发起单位参与 那主要我们的诉求 是希望能够终止核四计划 包含就是 未来就是希望核四不要运转 能够就这样停工 那再来就是拒绝危险的核电厂 也就是核一核二核三厂 这些电厂能够尽早出益 那再来就是希望政府 能够全面检讨我们的核肥料政策 让核肥料牵出兰宇 所以我们也提出一个口号叫核电归零 那归零的意思就是希望核电厂能够 我们能够不要再依赖它 能够逐渐的终止使用 我们这次游行主要是从 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出发 那我们希望能够包围不爱特区 我们这次很特别用了一个核灾封锁线 一个五公里长的核灾封锁线 那希望能够把这个总统府旁边的 这个路都围起来 那主要诉求的是希望 总统府能够感受到 如果核灾真的发生的话 那连总统府都可能会变成核灾的灾区 所以我们有核灾封锁线 你们的诉求重点是什么 我们现在主要的诉求是核费签出兰语 然后我们拒绝灭族 然后反霸凌漠视兰语的人权 然后反打压少数民族 反打压台湾少数民族 不要再把核费料放在原乡 对 这是我们主要的重点 你们谁会来参加缓核 为了来议员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你们的诉求重点是什么 当然是缓核费 对 因为这个是已经三十年 我们一直不变的诉求 对 就到现在 当然 我们都没有改变过 主要的声明就是要让自己的国家 有安全的家园 对 其实核四的兴建对台湾没有什么帮助 各教会的所有的成员 牧师都愿意站出来表达我们的心声 Juna在前年想要把核冷废料 新建在台东 台东的地方 所以原住民的部落都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地区了 以后不要让自己的子孙 活在那种恐惧的当中 我们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基于我们的良心 我们知道这块土地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有尽到要尽忠管理的义务 所以为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为保持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为了下一代我们出来走 这次出来反核觉得声明是什么 这次出来反核 当然这几年都是希望 整个台湾的核能可以终止 能够归零 最重要的是 目前整个核电厂所制造出来的 这些核废料 就是核大便 都是在原乡的这个蓝宇 或者我们现在知道的南田 那边也在做这个选址 所以我们会希望 如果核电厂中止 就不会有核废料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这个蓝宇的这个租约都已经到了 都还不签出 所以这次我们很多蓝宇朋友 来上街抗议 就是希望核废料的问题 尽快签出我们的蓝宇 我们要肯定 我们要肯定 去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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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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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在意 防打呀 防火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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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的主要声明 防火的主要声明 就是当然是 先生元蓝宇的 合肺要签除 因为这是在我们全台湾 十四组的原住民族里面 首先受到最直接的伤害 而且三十年来 都没有改变的事情 你们是来生元蓝宇的 对 最主要的 就是先生元蓝宇这样 然后当然就是也要生元 就是 核废料也不可以放到南田区 因为团团是原住民地区 是不可以再受到 第二次的伤害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參與這次核廢大遊行 特別針對全放在蘭嶼三十年的核廢料 他們堅決表達核廢料牽出蘭嶼 反霸禮漠視蘭嶼的人權 以及他們拒絕滅族的訴求 核電不歸零 台灣全歸零 核電不歸零 台灣全歸零 達悟祖在蘭嶼那邊有放核廢料 所以我們要支持同事原住民的達悟祖 你們來誓言達悟祖放核 大家加油 我們在台灣快點 八爪大張銘內地活動 有這個Local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在台灣能源會是很難去監督台電 為什麼 因為其實臺電 他的資源太龐大 這個資源龐大到像八爪章魚一樣 可是因為臺電本身 他的立場就是想要改核四 然後他又有這麼多的 一年有三十八億的研究經費 然後補助各個學者去做研究 你覺得他做出來研究 會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把臺電的 所有的資源攤開來 我們就發現 他資源真的很多 像八爪章魚一樣 公民團體舉辦這次廢核大遊行 在臺北區這六公里的遊行路線 特別安排設置了六個關卡 每個關卡呈現不同的意義 那第一個關卡是在中央銀行 那我們這邊訴求的是 希望核四這個錢坑 不要掏空國庫 我們在環保署也有設置一個定點 那是由跆拳會負責 那主要是在訴求是核廢二零 然後希望能夠終結掉 所以他們在這邊準備了一個核電斷頭臺 那就是示意的就是說 其實核廢料是一個傷害 基本人權的一種污染 那當核廢料不管放在我們蘭嶼 或任何原住民的偏遠部落的時候 他其實等於是他們的源泉 就像這個被判刑一樣 他其實是扼殺他基本人權的 那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希望能過往的民眾能夠體會到 就是核廢料其實對於基本人權的扼殺 非核隊伍經過農委會和植物園的前面 設置的關卡所呈現的意義 主要是呼籲不要讓輻射污染農地 以及中央民意代表要挺核 我們就罷免 現場還設置投票箱 並開放民眾立即投票 有提出前面核四庭前一項大調查 主要的動機跟延期是什麼 我們這個調查是在309的遊行之前 那其實是在2月25號 行政院的江一華院長 他宣布就是說要把核四做公投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進行這一個調查 那我們也看得出來就是說 整個臺灣的民眾 現在大概是超過五成以上 我們做出來是54%的人 他是贊成庭建核四的 大概百分之二十幾的人 二十三的人他是同意 同意要核四要繼續運轉 那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是沒有意見的 經週刊副總主比方德林表示 反核四的民眾 從過去不到兩成的支持率 這次突然攀升到五成 從民調所顯示的結果 確實跟兩年前日本福島核災有關係 民眾對於核四的疑慮已經高於經濟性的理由 民眾寧願選擇廢掉核四 不再信賴核電安全 所以我們會看到大部分人反核 核四的原因都是基於核安的理由 就是說他們看到日本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那臺灣是不是同時位在地震帶 跟海洋旁邊可能有海嘯危機的臺灣 可能也會發生像日本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就讓臺灣的民眾 整個對核安的態度是完全的轉向 我們已經發現說 現在臺灣人民對核安的疑慮實在太高了 所以你現在用這種很經濟性的議題 去談的時候 其實民眾寧可電價漲 他也要廢掉核四 我們的調查裡面有77%的人 對臺電是不信任的 如果缺沒有核能電價會漲四成 這個所有的民眾有高達77%的人不信任 其實大家已經對臺電已經不信任了 《金周刊》方德林表示 從民調顯示的結果 臺灣人民對於核安的疑慮 來自不可抗拒的天災 而不再信任臺電對外保證的核能安全 我們裡面有一題問到說 你們知道臺電把使用過的燃料棒放在哪裡嗎 這個使用過的燃料棒 他基本上是具有高輻射性的 那結果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知道 他是放在各個核電廠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很高輻射性的核廢料 其實是放在距離我們首都很近的地方 可是有高達百分之四十的人 可能以為他放在蘭嶼 那那個蘭嶼其實是低階的核廢料 《金周刊》方德林表示 民眾對於高階放射性核廢料 其實是放在距離臺北都會區四十公里的地方 燃料棒一旦部分露出來 燃料棒可管的告元素和水蒸氣發生反應 產生氫氣會引發輕暴的危機 하지만台灣人民對於台灣人民對於這個 引火 gracefulori 我們可以落到活動 就可以這會停留下來 我們長得最快的 cars 展示物要突然 我們生平 好幸福上 幸福上 幸福上 拒絕滅宿 拒絕滅宿 和被遣住 拒絕滅宿 拒絕合同 換我人權 換我人權 拒絕合同 換我人權 拒絕滅宿 拒絕滅宿 生存正義 拒絕滅宿 拒絕滅宿 生存正義 我要孩子 我要孩子 不要核子 針對嵐宿和被料 地方射性和被料 裡面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廠區外面就發現有比較多的 孤六十 放射線核種 十九十 放射線核種 廠區以內 依據中央研究院 傅志安教授 傅志安研究員 他也發現 射137 跟孤六十 有外似的情形發生 台灣輻射安全促進會理事長 張武修表示 目前蘭嶼核廢料 儲存廠內的核廢料的強度 高過一般物質的上千倍以上 顯示當年台電對外宣稱 所謂蘭嶼的低階核廢料 應該夾雜不同程度的核廢料 運送到蘭嶼 針對蘭嶼的儲存廠內的核廢頭 你在那邊檢測的結果 你發現到什麼 我們去蘭嶼的廢料儲存廠檢測 發現還有三、四十個 非常大型的廢料儲存錢的壕溝 那我們用輻射偵測器 發現裡面的放射線強度 能染是非常非常高 那麼在一個採樣中間發現 裡面的儲存筒 距離這個表面五公尺的地方 我們測量可以測到 比背景高 將近一百倍的放射線強度 那麼這告訴我們 蘭嶼的這麼多的 廢料儲存廠裡面的 廢料儲存筒裡面 還是有非常高放射性強度 留在那個廢料儲存廠裡面 顯示當年所謂的低階核廢料 應該是夾雜的高中低的 不同程度的核廢料 漁目混珠運到蘭嶼去 並不是所謂真的低階核廢料 福安會理事長張武修表示 蘭嶼核廢筒裡面的放射性成分 並沒有出聲證明 臺電沒有打算把九萬七千多 桶的核廢料 牽出蘭嶼 根據中研院護志安研究員 在兩年前的偵測結果 也發現儲存廠外圍 有人工核種孤六十和色一三七的外洩 數萬公頃的膚色性核廢料 也找不到一個安全合適的儲存場所 除了賠錢貨 還是無法處理和拋棄的放射性核廢料 和夫限支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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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臺電到現在 還是沒辦法針對這九萬多桶 十萬桶的核廢料裡面所含的 各種放射性元素的強度 提出一個清楚的說明 臺電沒辦法提出這些核廢料桶裡面 到底含了多少 哪一種的放射性元素 現在提不出任何的資料來 藍引核廢料可能要簽出的話 可能還要往後面拉五年 可是裡面的核種都沒有告訴我們 裡面的身份認證都還不清楚 可能還強調著一些高建核廢料 那如何去簽出呢 經過五年的整檢 藍引核廢要儲存桶子樹木從九萬多桶 現在變成十萬桶以上 樹木變多了 體積沒有變少 臺電顯然一點都沒有打算把 藍引核廢的核廢筒千離開藍引 要運送一定要把它濃縮 國際上的經驗也可以告訴我們 它可以濃縮成千分之一 也就是說九萬多桶 理論上可以變成一千桶左右 可是臺電顯然背道而馳 顯然用另外一種方式 那目的就是讓它長期就在留在藍引 所以按照你的觀察 可能臺電沒有那個意思 要把核廢料擠出來 完全沒有這個打算 我們沒有那個機制去處理核廢料 我們必須自己吸收 我們這一代不吸收 我們小孩子 孫子繼續吸收 以後的人他們就會罵 我們留下來什麼東西給他們 核廢料 福安會理事長張武修表示 藍引核廢筒裡面的放射成分 並沒有出聲證明 臺電到現在沒有辦法 對外提出說明 核廢筒來歷不明 顯示當年運到藍引的核廢料 絕對不是只有低階的核廢料 核電發展呢 產生社會的合理 台電從來沒有把藍引的人 當作自己的國人 沒有把他當作 他應該享受台灣同等的社會照顧 所以在這種科技技術的脫鉤 脫解裡面呢 藍引是最底層的被犧牲掉的 你的廢料 人家都不要丟你那邊去 人家都不要的時候 選你那裡當作廢料儲存廠 人家的問題都解決的時候 他才會考慮到你的會料儲存廠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 社會不公不義的地方 在我們的六個點當中 有一個點是在星光三月 那是由主婦聯盟所負責 那這裡主要訴求的就是 就是輻射食品進來台灣 是讓民眾不安心的 尤其是在衛生署 在福島核災之後 其實反而放寬了 這個食品裡面的輻射標準 所以我們其實很擔心 核災後會有一些污染性的食品 會進口進來 那這裡主婦聯盟他們 發了連署書 希望過往的民眾 能夠謙諒這樣單據 希望衛生署能夠 嚴格把關 能夠徹底抽檢 不要讓我們的食物裡面 會有輻射污染的風險不在 在晚會有很多藝文界的朋友 就是上台來跟民眾說明 他們為什麼要參與這個活動 那有旅日的作家 劉璃娥小姐 那像這位就是旅日作家 劉璃娥小姐她所寫的書 因為她在台灣寫了很多 關於廢核有關的書 所以她也到台上來跟大家 去直接的講說 她在日本經歷過福島核災之後 她的感受 我想劉璃娥小姐 在這個廢核的十個理由裡面 已經有講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能夠拒絕危險核電 那在遊行裡面我們所提的就是 台灣目前的這些核電廠已經老舊了 而且我們都把核電廠蓋在斷層帶上 這其實是一個高風險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理由是 從福島核災之後我們才發現 核災之後它的毀滅性 幾乎是可以讓全部的身家財產 全部歸零的 那才會真正對我們的經濟 產生毀滅性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遊行裡面 希望能夠全面中止我們的核電計劃 想到來 想到核廢料 我想 想到來哪個職居一定會想到核廢料 因為 我們已經背負了三十年的一個抗爭 卻都沒有人聽見我們聲音 為什麼 我想問位子 我想問政府 為什麼沒有聽見我們聲音呢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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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真的好痛哭啊 拜託你們好不好 不要有这样子的 夏宜发誓以后我们真的 公民团体在游行过后 当晚继续夜宿在凯道 透过诗歌 剧场和演说 接力演出 守候到天亮 并且共同彩绘第二天 将在凯道升起一幅 巨大的反合旗 作为反合 不要有下一个辅导的 升旗典礼 第二天早上八点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升旗反合旗 那反合旗是最近呢 全台到处各地串联的一个 特别的标志 也就是我们后面这个旗子 那当天我们就邀请很多民众 带着这个旗子 一起到凯道上 一起做一个反合的升旗典礼 提出难以核废料何时签出 那台电怎么回应是说 那个时间要怎么拉往后面拉我呢 理由是什么 那天委员会就特别问 为什么十年了还没有一个结果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们所谓的解决方案 就是要去定这个低放射性和非料的那个最终处置厂的条例 他们要定这个法律 所以这个条例 经过好多年之后才通过 公民团体在备合大游行之后 立法委员郑天才表示 台电依据这个最终处置厂条例 开始选址之后 来换算金门和台东两线选址之后 来换算金门和台东办说明会公投的时间 才承诺在2016年 蓝与和非料签出的期限 金门县政府跟台东县政府不办公投 不办公投 结果他们还要去协调 所以他们认为2016年 原来设定的2016年的目标就没有办法达成 因为公投已经延宕了 没有办 所以他们才又把这个期限延后到2021年 所以就再延5年 那个可能是 这是预测性的 所以还不算是确定的 不算 往后的咨询在经济委员会 我就很明确的要他承诺 他也不敢承诺 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握 因为那个是不是他自己可以办 那是必须要地方政府来办公投的工作 小乐今天在这里办活动 觉得目的是什么 那今天在这边这个活动叫不要和四五六运动 那它是我们在309游行当天晚上有一个首页 首页的时候有柯一镇导演以及吴亦峰导演 一群艺文人士他们所讨论出来 希望不要在309游行之后 我们就对和四没有关心 那这个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和四废掉 这样子 那我们欢迎这个和贵要千离行动小组的召集人 西南马飞福 南宇妈妈 大家给他鼓掌一下 我好担心 未来我的孩子 他也一样要成为第四代 要扛起这个访合费的垃圾使命 我说南宇人都没有一个人相信 台电圆能会这一群 甚至官员这一群专家 主要是这30年来最好处理的低阶核飞料 他们都可以管理成这样子 管理到秀实粉化 甚至外系人都认为它无所谓 甚至不影响人体 我觉得这些专家被培养的不是那个核能的专业性 而是说谎的专业 但是我真的要呼吁我们台下的朋友 大家真的要每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 来决定自己的生命跟台湾的未来 真的谢谢 谢谢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 核废料千里行动小组召集人 Xinamafevo表示 30年前 全放在蓝宇的放射性核废料 大部分的族人相信还是低阶核废料 不过蓝宇的知识分子 已经不再相信低阶核废料的说法 台电始终提不出蓝宇储存厂内核废桶的身份证明 责任质疑可能夹杂不同程度的放射性核废料 蓝宇的机民知道蓝宇储存厂放的那个地方射性核废料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并不是绝对低阶的核废料 蓝宇的核废料里头 台电自己也公开对外声称是 确实有一批南侧的核种 连台电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会让我有疑虑 那疑虑什么呢 会不会是这些没有办法对外交代的核废料 根本就不是低阶的核废料 好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这是三零九全台串联反核大游行 根据环保团体的统计约有20万民众参与 大部分的人反核的原因许多是质疑核安的问题 看到日本已经发生过这样的灾变 那台湾是不是也要注意 在越来越多反核声音出现时 与核废共存三十几年的蓝鱼岛 反核的声音不曾停止 随着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以及发现 存放在蓝鱼岛上的核废料 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但不论是如台电所说的低放射性核废料 或是学者的质疑 达物主人都希望能尽快签出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带你来了解合肺最终储职场选址公投的议题 我给大家有留意的 类的参与 我会让我们的经营 我会让我们来在他们的一些状态 我会让我们来说 如果有个人来说 我们会为我们要来, 我们会把他们认为赎花。 我们会给我们的状态 在背上 做声音 跟铁铁鱼 我把这妳的父亲就带去 我和这家的父母 晚上的母亲 Zither Harp 哈哈哈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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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就 憲文就回來了 那時候我就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憲文都被我挽回家 在山上這樣 我不曉得他在做什麼 後來那時候我就跑過來看 跑過來看到憲文這邊他在整地 他說他要種一些野菜這樣子 我喜歡這片土地 因為我是從小離開家 我們曾經受過思想之痛 這真的是內心話 真的覺得滿小的 可是以後來要做什麼 各位我很鼓勵他 因為他要先到鄉下來就做這個工作 我沒有想到 他從小沒有做農 就沒有想到會退我 一直想做這個工作 還好這個地圖已經整理了 他有心機做嘛 他有心機就交給他 你怎麼講 你怎麼講 可以 那我們就開動了 既然從外地回來鋪路 其實當然希望說在自己的故鄉裡面 能夠創造一個主題的特色 串連一些主題的一個東西 那將來未來如何 我們只能說看我們怎麼去付出 我們怎麼去努力 我希望說只要我們努力 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那當然也很希望說 有各方面的相關的資源 一起來推動 但是希望說在部落 吸引更多的 屬於我們部落在外的年輕人 回到我們故鄉 跟我們一起來為故鄉來努力 當然能夠回到以前我們小時候 大家在故鄉生活的在一起 那種日子 很期盼我們的部落 能夠找到這一天 辛苦很值得 只要讓我們社區的人知道就好了 歡迎回到新聞雜誌現場 反核大遊行沒幾天 在三月十一號 立法委員執行 質詢原子能委員會還有臺電 蘭嶼合費何時簽出 臺電董事長黃仲求回應 原本民國一百零五年 最終處置長址就要定案 一百一十年蘭嶼合費 就能簽出的時間表 有了變數 臺電說 將延長為一百一十年 長址才能定案 經濟部合費儲存廠選址小組 去年選定金門縣烏丘鄉 以及臺東縣達仁鄉南天村 為低放射性合費料最終處置長址 建議候選長址 原本預定今年六月底之前 進行公投 但目前只有金門縣提交 金門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臺東縣政府在意願不足的情況下 交上兩縣必須同一天進行公投 所以公投確定延宕 所以公投確定延宕 自從南以水圖存廠 在民國七十一年啟用 把監測的结果都对我们法规的要求 而且远离你法规的这个建议 这是安全的部分 那第二个 签查的部分 各位也知道有一个选址条例 过去几年来 我按照选址条例 再进行选址 目前已经选到两个潜在场子 但是按照选址条例的规定 我们还要经过公投的这个程序 由蓝羽雅美达雾勇士打头阵 309费核大游行正式展开 已经被迫跟核废料共存三十年 他们同意台湾本岛享受核电 却把有毒的核废料丢给他们 如果不把核废料牵出蓝羽 好好处理 台湾就没有资格使用核电 309版核大游行 蓝羽雅美达雾族人才要求核废滚出蓝羽 三月十一号原来会主委蔡春宏 跟台电董事长黄仲球 在理法院面对立委质询时 双双表示原本预定一百零五年 选定最终处置场址 一百一十年蓝羽合备 就能够签出的预定时间表 可能有了变数 没有纳入在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场 因为它之前就新建了 将来是要放到低放射性废弃物的最终处置场 不是说现在蓝羽合肺料的部分 现在就是因为长指一直没定 所以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运过去 修正的计划时程大概到一百一十年 目前是一百一十年左右 还要再长延 因为这个是根据当初那个条例 我们需要先办公投确定了我们再做环品 然后再兴建大概是这样一个期 合肺最终选址时程 从一百零五年延到一百一十年 主要卡在金门台东两县公投 经济部合肺储存长选址小组 去年选定了金门县乌丘乡 还有台东县达人乡南田圈为低放射性核废料 最终处置场址建议后权场址 原本预定今年六月底之前进行公投 但目前只有金门县提交金门县公民投票自制条例 台东县政府意愿不足情况下 加上两县必须同一天进行公投 公投确定延宕 经济部跟台电表示 将会跟台东县政府 紧锣密鼓协商 台东县政府表示 面对合肺可能从来语出南田进 对台东而言 不过是交换地方放置 对台东发展没有任何帮助 并进一步表示 要行政院层级进行对话 我们要的东西 一直迟迟没有给我们 就是地方的发展 重大的相关建设 这一些比如说南冷高速公路 是 这个长时间下来 一直没有 没有给我们 比较能够补救的 更好的这一种相关建设 能够民主的 八二十几年来 一直没有做到 相对应的 我们台东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协助我们到什么程度 再来谈那个公投的问题 台东县政府面对合肺 要不要进行公投 要求行政院层级来进行协商 面对蓝宇合肺签出时辰又改变 加上目前两线公投有骗数 主办单位经济部表示 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 长矩设施条例是准用公投法 台东跟金门两线如果不接受违办公投事务 其实也不违法 但少了两线协助公投也办不下去 现在地方签证条例里面 只有公听位跟投票 不准用公投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签证我们并没有义务 而且他不接受违办 他不违法 他不违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他来讲是额外的护照 我们必须承认 因为法律规定的责任在我们军事部 那不是他的事 那你办不了是你家的事会变这样 可是在我们就是说 从客观的从事务上来讲的话 就像因为我们太多的选举 data和选入组织 就把遇到人里 跟他们说明 大家投开掉水 设置 包括选入工作人员 熟练度跟都很重要 这种经验的传承一直累积在地方 你今天就是说全国性公投的话 中前会只不过下个指令 真正动起来还是现行委会 所以县政府的配合 根据台电公司选址流程跟进度来看 经济部101年8月17号 致函给台东跟金门两县政府委托选务 但两县政府双双在101年9月26号 跟10月9号晚聚接受委办选务 让原本预定今年6月底前 进行合废最终处置厂指公投 出现变数之外 经济部坦言 这项选均机制是否有可能当机 假设两个线都不办 那我们要继续协商 我刚刚讲过法律没有因此我们禁止 可是假设到最后几次尝试下来 真的没希望的时候 表示选入工作进行不下去 那我们必须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这个机制有可能当机的 那身为主办机关我就有义务 把我遭遇的实际困难 跟主管机关反应 另外提出建议 建议要修法 修法当然就比较修 可以让公投机制运转下去的机制 那既然要修可能会整个一起检讨 譬如说先好几个 现行机制有一些问题 譬如说现在规定至少两个建议 我想藏指在同一天几半 这个难度比一个线都难度高很多 我现在假设讲金铭宣业厌厌 台中宣不愿意还是办不成 台中宣业厌厌 金铭宣不愿意也办不成 两个宣通都厌厌 不在同一天也不行 那按照常理法理藏指示的话 你走到这里失败了 你要回过头来 从头又从另外在在在在 在在在选一个选择计划 然后重新弄 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 假设两个公投办了 公投都没过 这两个场子三年内就不能再提了 因为公投法有规定 三年内不能再提 我刚刚讲过本来目标就很少 第一次选的一定选最好的 最好的不行 下次就选排序比较后面 那他难度 我想仍然跟现在金铭宣业厌厌 的问题实物上是一模一样 当底蓝与合备料何时签出 搬迁时辰必须跟选址条理绑在一起吗 常年的合备将局该如何解放呢 最终应该要如何解决 而勾头是否能够决定合备 最终应该要放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 答案仍然不见明朗 经济部制定了选址条例 但不管是现在的蓝与 或是未来可能放置合费 最终处置长址的南田 都位在原住民地区 蓝与合费前里的时辰 还有金门台东公投的变数 这样的僵局如何解决 我们会持续锁定 祝您平安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